《遥远边疆的奇特的牛》 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创造出最高昂的价值 一公斤应该在220到240块钱 新疆贺牛的奇事到底有多奇 科技院马上告诉你 您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今天想跟您说一件奇事 在新疆伊犁的空中大草原的深处 有一片牧场 这里在平时是人际罕至 然而在2014年9月的一天 却突然来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可真是不简单 全都是全国肉牛界里鼎鼎有名的人物 而吸引了这么一群人不远千里赶来的 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个奇迹 这一群人不远千里 轻轻地拍打着牛的这位叫曹冰海 是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 他这么专注地在牛身上拍打 是要从这牛身上找一样东西 有了有了有了 从这 到这有 从这到这有 到这没有 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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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们的镜头无法穿透牛的身体 只有借助一气来帮忙 哈萨克牛 这段跨国婚姻催生的新疆鹤牛 非常优秀 一方面 它继承了瑞士鹤牛乳肉兼用的优良特质 在产肉多的同时 产奶也多 一岁半 产肉量 就在140到180公斤 产奶量保值到3500公斤 摄氏条件下 甚至还可以达到4000到5600公斤 另一方面 新疆鹤牛也遗传了母亲 哈萨克牛的优秀基因 哈萨克族经常需要搬家转场 新疆鹤牛干几活来 一点也不比老哈萨克牛差 这头牛啊 大概一次能承担500多公斤的重物 所以说 相当我们一个小心的卡车 来起到一个搬运的过程 能干活不说 最重要的是 新疆鹤牛遗传了哈萨克牛 对恶劣条件的适应能力 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 他们一年四季 逐水草而居 哪里有水草 就往哪里去 新疆的四季变化特别大 别看夏秋两季挺美的 但是一到冬春季节 那可就要命了 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30度 零下30度 我们现在站的这块的雪 冬季的时候是 绝对是一米一上的雪 作为游牧民族的牛 要想活下去 首先就得接受住严寒的考验 冬季打雪的时候 那个牛是站着一排 它是顺分站 如果分是这样挂 这一群牛就这样顺分地 头逃这边 这样站着 就吹着 它牛不动 新疆山区的雪 一下就是一米多厚 牲口很容易就被埋在雪里了 新疆和牛 既没有牦牛那样长长的毛 可以预寒 也没有绵羊那样厚厚的容来保暖 靠的就是 骨子里遗传的那骨子韧劲 就在林立的寒风中站立着 他不敢动 一动 他一倒下 他站在那里死 只要他不倒下去 他就不会死 不仅能够抵挡住严寒 新疆和牛还能够接受干旱的挑战 新疆气候比较干燥 再碰上个干旱的年份 牧场里的草就成问题了 正常情况下 牛吃草都是用舌头卷着草吃 草长得太短了 牛的舌头卷不到 很难吃进嘴里 牛要想吃满一肚子的草 得经过长时间的跋涉 一不小心 就被山道上的石片挂伤了 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 换了其他品种的牛 连活命都很困难 别的牛在这活不了 新疆和牛却照样能吃得标原体肥 草的高度已经低于牛嘴唇的厚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已经你看 往方部还长得这么肥 能在草这么短的情况下吃肥 就是因为新疆鹤牛 有专门应对干旱的吃草法 它用牙齿跟上颚 夹住草之后 一点头一个净米对草 就把草吃上来了 纯来把那个上面的草 纯来把它压过来 下足的这个牙嘛 把它吭起来 叭的这样子吃 新疆鹤牛的适应能力 不光体现在抗寒和抗旱上 更突出的是体现在种族繁衍上 游牧民族迁徙很频繁 在迁徙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混乱中 小牛犊很容易走散 如果母牛不能及时地 把小毒找回来 牛犊很可能就成了狼群的美餐 而新疆鹤牛的母性极强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只要小牛犊有需求 母牛就会停下来照顾 一旦小牛不在身边 母牛就会不停地呼喊 一直到找到为止 在节目拍摄过程中 我们正好遇到了一头意外流产的母牛 新疆鹤牛的互毒之情 在他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你看到这个母牛呢 它从毒牛出生 一直在用舌头去舔它的胎毛 要把它舔干净 希望它站起来 能够给它喂奶 但是这个毒牛呢 它永远都站不起来 母牛无法接受牛犊已经死亡的现实 不停地舔尸着小牛 因为生小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再加上一天一夜没有吃喝 又累又饿的母牛 很想回到不远处的牛群中吃草 但是又一直舍不得地上的小牛 我观察 来回走了四五趟 走到门口 回头叫三声 叫孩子你起来 把他们走吧 去吃草去 但是这孩子不起来 不起来呢 他又走回来 又继续停 但是他又很饿 你看他的身体 后居的肚子上 已经窝扁了 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些很饥饿状态 还想知道 他又走过去 走了一劫子 他又扭头 又叫孩子 他一看 孩子又不懂 他就能够 他还是要回来 去照顾 为了尽快让母牛得以解脱 安心回去吃草 张扬他们想把死亡的牛犊 拿走埋掉 母牛一看有人靠近自己的孩子 立刻发出警告 他来保护他的孩子 也就是说你来干什么 这是我的孩子 是吧 他一步步在靠近 他还把他的孩子受到伤害 这就是一个母性 一步步在庈着 他干吗 我爸 昨天 calendar 这种强烈的母性 让新疆鹤牛虽然在恶劣条件下产子 但是牛毒的成活率还是比较高 种群的繁衍扩大也就铺成问题了 所以新疆鹤牛自1983年育成以来 在当地牧民中非常受欢迎 很快就在天山南北推广开了 然而新疆鹤牛毕竟是个育成品种 就像拼成的积木一样 我要求这个红颜色的积木 50%黄颜色的50% 这就是一个培育的品种 牧民们在养殖过程中 很少会对新疆鹤牛进行血育 在放牧时也任由新疆鹤牛和哈萨克牛交配 这么一来 新疆鹤牛的性状就发生了改变 几代以后 可能我的黄颜色就是哈萨克牛 黄颜色的积木突然占到70% 而我原来的瑞士鹤牛 这种红颜色的积木30% 这种由于这个遗传血液的比例 性能发生变化了 它的生产性能会下降 新疆鹤牛刚育成时 一岁的铲肉量可以达到120公斤 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 一岁的铲肉量降到了七八十公斤 新疆鹤牛的品质严重退化 为了重新找回新疆鹤牛昔日的辉煌 张扬带着他的团队引进优良的肿工牛动精 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对新疆鹤牛进行改良 这个工作可不好做 新疆地域辽阔 牧区山高水险 很多地方根本上不去 好不容易骑马走路赶上去 费尽千辛万苦配好的鹤牛群 没过多长时间又被毁了 我这一次跑到这边来 我给你盖量几土牛 完了我下去 我要生活 回来 我回来以前的公牛已经进去了 把它配掉了 有些不好的种公牛在草原放牧 还没有等你人工受精的 它就配种了 母牛发情了 公牛要交配 这事拦都拦不住 为了防止人工受精前 再发生不合格公牛配种的事 张良他们让改良区的牧民们 把能交配的公牛全给淹了 好不容易把这件事做完 按说就应该保险了吧 可是张良发现 还是有母牛生下了不合格的牛犊 它是毛色 头型 这头牛 它就不是我们 用加西喝牛 和你美西喝牛的后代 这就怪了 这小牛不是他们人工受精生的 牧区能交配的公牛 又都已经被淹了 那这母牛是怎么怀上了呢 张良到牧区检查工作时 意外地发现 这竟然是小公牛惹的祸 这种小炮蛋子 我们叫新疆话 叫小炮公牛 还不成年呢 还不到一岁呢 小不浪当呢 它个子 大的 那个母牛个子这么高 小公牛个子这么高 它也要去配种 配不上去啊 它趴不上去 虽然小公牛想交配 但和母牛的身高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不匹配 大伙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张良观察后发现 这母牛怀孕 还真就是小公牛坏的事 那这小公牛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一趴头在这呢 它就跑得远远的 往上撞 一次撞不了 两次撞 它就说 蹦着就跳着进去 但是 它 碰上了 这很奇怪 它跑跑跑 不不不 出来一下对种了 它就配了 也 也就受孕了 这个你看害人不害人 新疆鹤牛配种的年龄 一般在两岁 这才一岁的小公牛 本身都没完全发育好 这么配出的小牛 自然也好不了 我们一圈一般公牛配种要到一岁半到两岁 体型很强壮 像狮子一样的 男人结婚还得要二十五六岁小伙子结婚 哪有个小屁孩就去结婚呢 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改良好的一群牛 被小公牛这么随意一配 种群又退回去了 前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就全部作废 这让张扬他们非常难受 我们都把它配好 一个台子刚上来 这边来一个怀送把它配掉了 又是倒回去 为了尽量保存战果 张扬他们想了不少办法 一方面让牧民们及时牵走断买的小公牛 另一方面 在只要车辆能够到达的地方 都设立了长期的人工受精站 要及时观察牧牛发勤 发勤了把它抓住拿下来 在我们的用人工受精把它配掉 而对于车辆进不去的牧区 张扬他们就把培育好的肿沟牛 给放到牛群中去 经过张扬他们几年来的改良 新疆贺牛的品质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产肉多 产奶多 干活厉害 这三个优良特性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找回了新疆贺牛的优良特性后 张扬他们还教了牧民一些科学的饲养方法 把原来的四季放牧变成了夏秋两季放牧 冬春季节再把秋季收割的牧草 对新疆贺牛进行补饲 这种饲养方式一改变 大家意外地发现 新疆贺牛竟然也产出了高档肉 现在看见的就是新疆贺牛 经过育肥生产出来的这些高档贵肉 这是外脊 这是眼肉 从它这个断面大家可以看 它基本上它的脂肪沉积 可以达到我们牛肉质量等级规格的优积 贺牛长出雪花肉 这可了不起 它的意义非凡 了解高档牛肉生产的人都知道 大部分牛在生产雪花肉时 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圈养的 像这样在牧场还长出雪花肉的牛 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 在草原放牧形的牛里边只有刺种 另外新疆贺牛在大自然中 吃的是仙草 喝的是泉水 自由自在 产出的雪花肉品质就更好 张扬他们的努力 让新疆贺牛在最恶劣的条件里 创造出了不菲的价值 新疆贺牛在别的牛活不下去的环境里 把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了可能 新疆贺牛的奇事说到底呢 其实就是张扬他们这些科研人员 为了让牧民们增加收入 而做出种种努力的结果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 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她是五毒之一 但身上的毒却很难找到 一个意外的发现 竟然解开了多年的困惑 它能钻善逃 让养殖户费尽了脑筋 一条好端端的尾巴 为什么会自己断掉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